老夫子牛P 好嘞 哥哥 论一位上路的战士 如何在三分钟内俘获下路阿黎的方心呢 首先你需要另一位战士 一号选手东方药已经笨笨跳跳的上场了 你看阿黎的头奥粉丝 先把你揍一顿给我回家 要四级之前没有心血很弱的 打他状态就行了 一般就是第一波消耗第二波单杀 东方药带的是闪现很灵活 我们打他要注意一技能的释放 千万兵线拿河蟹地号被动 蹲在这个位置 他过来直接拉过来揍 他敢还手拿他就没了 普攻减cd 二技能好了 直接闪现进塔 这样你离防御塔比较近 你可以用二技能吃两下塔的伤害 让自己受伤变得最小 同时拉近和东方药的距离 确保那么啥带走 这波由于不是一血 不亏也不赚 但是气势已经出来了 气势这个东西是很玄学的 就像逆风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的伤害很低 因为经济低嘛 但是即使拖到了六神装 你是不是还是觉得自己的伤害比对面要低 就是逆风不管怎么样 我就觉得我的伤害比对面低一点 这就很奇怪 感觉真实的扣个一好吧 当然峡谷的轩学 它不止体现在这一个方面 就像 就像你给铁根点了个赞 然后 然后你就十点剩了 你说这奇不奇怪 那么轩学不多讲 我们继续来吃药 现在东方药已经四级了 他肯定会二技能过来 然后大招回去的 别管别的 相通血量 他过来捆他就完事了 可以看到他回去很快的 我但凡多一他一下就捆不住他了 他就想用这个方式骗我大招 再次把感冒药拿下 他的能量果应该刷了 直接给他吃掉 哎 我擦赵云 注意走位 在对面的塔下 赵云大女就往反方向走 他毛都碰不到 这不是偶然啊 我用这个走位方法在对面的塔下躲了很多赵云的偷袭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赵云的大招特别好躲 这个走位思路大家一定要练起来 非常实用的 有惊无险回到线上 看到东方药在打河蟹不着急 等他只剩一个能量的时候我们再上 这边他把大招都放了 那他这包必死 他刚才是想用大招秒河蟹的 但是他伤害不够 你看他这个伤害多敌 240滴血的河蟹他一个2技能都没收走 还被我拿下了 药心态当场就崩了 他手里有闪现 我们直接闪现封走位 啊 啊 我 要这个反向闪现很秀啊 他单凡再多100滴血就被他跑掉了 可以反向学习一波 他这个操作当场就让我呆了三秒 不管怎样 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我决定 把你塔拆了 我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毕竟 毕竟药还没吃呢 真是的 看见尊严竟然分心了 没有第一时间吃掉 下路的阿黎也是向我们发来的赞赏 这一波灯荒药回来 其实是可以人塔消失的 但是对面中府的事也没了 可能会上来抓我 我可比灯荒药值钱多了 没有必要冒险 阿黎下路被打崩了 二塔都快没了 我们这个时候说一句公孙黎去上路 然后我再帮他把敌人节捶爆 就可以彻底俯获啊 哎 卧槽 什么东西啊 怎么这里会有个东方药啊 敌人节呢 东方药把自己的一塔整没了 又来霍霍敌人节的一塔 直接把他越了 这个瑶瑶公主就很会玩 先把黄运塔干扰了 然后自己扛塔 最后再上升 这种瑶瑶公主你讨厌吗 完全不讨厌啊 现在不知道该干嘛 原地转了两圈 要不把二塔也拆了吧 对面明显是低过我们了 光派一个小桥来收塔 守不住的 老父子跟韩信三秒钟于做二塔 不跟你开玩笑 小桥一扇子清不掉兵线 第二扇子来的时候他已经没了 众所周知啊 我是一个技术主播 对吧 技术主播肯定要秀一波 这边叠上四层被动啊 这一大傻 没事啊 我二技能 哎呀 我被沉默了 我被定了 我 这个效果它是一样的 捆住跟没捆住 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反正他们都死了 我 我依旧是个技术主播 我打开经济面板 一看 敌人节这个经济它不该只有这两件装备啊 然后我以为我眼花了 然后我就再打开了一遍 好家伙 我当场就呆住了 敌人节这个出装勾起了我四年前的回忆 那时候我刚玩王者荣耀 公本还是三段位移 然后对面那个公本就是第一件裸复活甲 这是什么硬件装备 我称之为八分钟两条命敌人节创始人 什么七十六系敌人节那只是玩一玩 你真想上分 还是得前期就把复活做出来 这边感冒药又换先换到了上路 非常明智的选择 毕竟它到哪里 哪里的防御塔就炸 它要是还在下路待着呢 下路高地就没了 老夫子推塔那只是个辅助装备 核心推塔装备还得是看东方药 东方药到哪 哪里的塔就没 众所周知 我是个技术主播 是时候操作一波了 这边叠四层被动 直接捆小乔 二技能加速躲他的鸡飞 小乔你伤害不是高吗 来呀 瞄我 求死 啊 小乔 真不错呀 要努力变强啊 其实小乔他只是伤害高 跟大乔配合起来那才恶心 大乔的沉默加鸡飞让我根本就开不出技能 所以团阵先杀大乔 东方药想过来秀一波 转了两圈之后 发现自己没大招 然后闪现跑了 韩信和瑶瑶直接跃他 看来已经不需要我了 什么 东方药还在秀 神线王者之拉 直接抬走 敌人杰带这个复活甲 当场就把我吓退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对面投降人数这条弹幕出现的时间非常短 就像这边 我估计99%的人都没有看到对面什么时候投降的 有知道的可以把对面的投降时间打出来 大队友讲啊 就奖励 奖励个狼狗的荣耀典藏嘛 这把游戏除了开局 我跟东方药换掉的那个人头 药师傅也是一个人头都没有拿到过 到最后药师傅只值60块钱了 打妖的话用这套名文出装就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